Hello,大家好,我是沃伦 欢迎来到每周一期的手机视影调试教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特别的蓝调夜景 蓝色系的画面给人的感觉永远都是那么的静谧和迷人 在这种洁净的颜色主导下 画面很容易营造出一种高级感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学习一下如何通过手机修出这样好看的蓝调夜景 第一步影调调整,减少曝光,避免画面出现过量 增加对比度,画面反差就可以加大,质感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提升 降低高光跟白色色阶,还原降了一个灯光还有天空色彩细节 阴影跟白色色阶,我们可以适当提高 随后我们可以来到曲线调整工具 拉出一个简单S型,进一步加强画面的一个层次对比 随后选择到绿色曲线,给高光这边加一些冷色 再接下来到蓝色曲线,给高光阴影重新上色 第二步色彩调整,降低自然饱和度 让画面处于整体低饱和的状态 接下来到HCL工具 首先选择到红色,红色摄像往右边去偏上一些橙色 降低饱和度,提高明亮度 橙色摄像往左边去偏向一些橙红色 当然这边关键的一点是降低饱和度 降低饱和度,提高明亮度 提高明亮度就是为了降一个桥梁这样的灯光 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光的一个感觉 随后选择到黄色 黄色这边呢,降低饱和度 摄像往橙色这边去偏移一点点就够了 提高明亮度 同样是为了降一个见度灯光 更加明显更加通透 技巧选择到绿色 绿色降低饱和度-100 减少杂色,青色摄像往蓝色去靠拢 明确画面中是属于蓝色的一个色彩基调 降低一些饱和度 接下来选择到关键的部分就是蓝色调整了 蓝色首先降低饱和度 将画面中降低个颜色 处于低饱和状态,不要太高饱和 摄像往青蓝色去偏移 最后明亮度适当去降低明亮度 避免这样的一个灯光过曝出现 大家可以看到 薄度也可以相对应进行一个调整 最后选择到紫色 紫色这边摄像往蓝色去偏移 薄度降低 阳红薄度-100 这样子的话整个画面色彩基调 就是处于低饱和的一个状态了 你们发现处于低饱和的一个状态 那么注意灵魂的一步来了 选择到颜色分级 颜色分级就是给阴影跟高光重新上色 这边选择到增加蓝色 高光部分同样也是需要增加蓝色 让整体画面的一个蓝色基调更加明显 更加明确 像一个色彩风格 好了 第三步细节调整清晰度去朦胧选择到增加 纹力可以往左边去减少一点点 最后选择到噪点消除 减少一些噪点 让画面更加游和 好了 这是我们经过后期调整的效果 这是圆图 最后我们还可以利用snack c 双重曝光功能 模拟一个键度 到底将画面看的就更加高级了 看懂的朋友们 记得在弹幕上打赏我学会了 如果想学习这个技巧的话 下期我会专门出一期详细的教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一个后期调整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那记得别忘了给我点赞 关注和转发了 这里是王传手机摄影 我是沃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